Welcome to Interesting,我是你们的亲衣 工具箱可以说是家庭生活必备了 就连许多独自居住的妹子家里也可能放有一个小型的工具箱 不过小伙伴们有时候自己捣过家具的时候 是不是很容易砸到手呢 尤其是在使用手锤之类的工具时 不过最近有一个设计师发明了一款自动手锤 以后菜也不用担心会砸到手了 由设计师Michael David Young 迈克尔大卫扬发明的这款 Auto Hammer被认为是一款经济又便捷的钉枪 我们在使用传统手锤的时候 都是要一只手拿着手锤 另一只手扶着一根钉子 有时候不注意手锤还很容易砸到扶着钉子的手 还真是生命不可承受之痛啊 而这款Auto Hammer在锤头的部分加入了一个装钉子的钉槽 使用的时候可以先将一板钉子放入钉槽内 再合上锤头就可以直接使用了 完全不需要再空出一只手来固定钉子的位置了 只需要找到想钉的位置就可以单手操作了 工作原理就像是我们平时所使用的装钉机 Auto Hammer的操作简单性和存放鞋带的变现性是非常不错的 而且手柄也是采用了防滑塑料皮套的设计 可以防止手滑 不过小编认为Auto Hammer还是有一个明显的缺陷 就是它在使用的时候每敲击一次就是一根新的钉子 也就是说如果不能一次性将钉子固定在所需要的地方 就不能再使用Auto Hammer进行二次敲击了 因为每敲击一次钉槽里的钉子都会自动往前补位一个 所以再敲一次的话就是一个新的钉子了 嗯...那如果敲得快一点的话 是不是像机关枪那样可以连发子弹呢? 商工伴们认为这款Auto Hammer究竟是不实用呢? 欢迎走进去4.0好吃好玩有趣都逼的东西 我们这里通通都有没时间解释了快上车